最近一段时间,美国G7盟友的核潜艇在太平洋地区异常活跃 美国《星条奇报》今年6月曾报道说 美国太平洋舰队当时突然下达紧急命令 要求太平洋舰队三分之一的核潜艇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战备后离开港口,前往指定地点 投入敏捷匕首2021演习 以展现美军潜艇的战备状态、敏捷性和杀伤力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表示 该演习是临时通知各部队磨练潜艇迅速出击全球部署的应变能力 从公开信息来看 参与敏捷匕首2021演习的有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、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报道提到,美国现有约36艘攻击核潜艇、巡航导弹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 部署在太平洋防区 以三分之一的惯例推算 参加这次演习的美军核潜艇多达12艘 星条奇报报道称 尽管美国海军没有把话挑明 但该演习旨在向中俄等国发出信息 表明美军可在短时间内向太平洋地区调动大量潜艇部队 报道声称 这是美军对两个潜在对手的关键优势 星条奇报还提到 为表明参加演习的美国核潜艇是实战状态 美国海军还发布了潜艇官兵 在珍珠港将一枚MK48鱼雷实弹装上潜艇的照片